我想我七、八歲左右 家區離開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沒聽過Beyond的音樂 是家區離開之後我才開始聽 然後找回很多歌都覺得很神奇 例如《不再猶疑》 這首歌的電吉他 solo 是令我放下木結他 死都要買一首二千元的 連買一個M的在紙盒裡面的電吉他 你知道哪些嗎? 是一個套裝 有一個帶子 有一個吉他匹那些 那現在不見了 那支吉他 但《不再猶疑》的吉他 solo 令我去玩電吉他 還有覺得給面派對的歌詞寫得很厲害 我記得我第一次在中學的時候 我是讀女子中學的 我很想夾樂隊 因為Beyond 我很想可以玩一次《光輝歲月》 對 是《光輝歲月》這首歌 因為我玩不到那些吉他 solo 那麼厲害 那我就逼朋友和我一起夾樂隊 譬如這個人會彈琴的 喂 你來我的樂隊 你懂得彈琴 那個人明明是畫畫的 但我說不如你試試彈Bass 那我就對他彈Bass 一個主音 我就是吉他手 我們做了一隊Bass 叫Nova 就玩了《光輝歲月》 當時在那些女子中學的午餐時間 那些人自出自入 來不來看 都不關我事那些 就玩過一次《光輝歲月》 都是因為Beyond 我覺得家區 無論她的歌 或者她帶領Beyond的時候 那個精神 到現在都是很令人懷念的 還有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然後她也說很糟糕